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再度舉辦了 打倒中共惡魔、還美國真相車隊遊行的活動 從紐約正式啟程 烈日當空 在華視90多度的高溫下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舉辦的還美真相車友 在紐約上週呈現整裝待發 會經過19到20個州 然後呢 我們會經過比如像西雅圖啊 還有那個芝加哥啊 一些大城市 還有一些的知名景點 比如說像黃石公園啊 我們就是想讓這些 我們經過的這些城市的民眾了解 中共的邪惡和中共對全世界的滲透和造成的危害 那現在呢 等於是完成我們這樣一個還美策略的心願 那這一次完成之後 我們就走遍了美國全部的18個州了 那這一次行程呢 我們要跨越四個時區 將近8000英里的里程 時長的差不多23天 結束中共邪黨 打倒中共惡魔等一個個醒目的英文標語 在車頂上架號 有人是首次參與車友 很珍惜這個機會 跟西方民眾想讓他們知道 中共邪黨的獨裁暴政 讓更多的人覺醒 站在正義良知的這一邊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2020年6月推出打倒中共惡魔倡議書 至今將近250萬世界各國的民眾連署 那在夏天的這個時候是遊客最多的時候 所以即使在高溫 我們也因為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我們的真相展板 所以我們選擇在這個季節 這次的環美真相車友歷時三個多星期 將橫貫美國東七暗河中部地區 讓美國多個城市和地區的民眾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 新唐人記者 柯婷婷 郭瑞 紐約報導